今天我們會討論怎樣利用APEC 6.0 來將不同的儲物組成一個Invoice 我們先去Invoice Entry 到裡面之後 我們就可以先輸入客戶的號碼 然後再剔算Loti shipment 再選擇兩個不同的儲物 將它們兩個混合在一起 我們先選第一個 然後我們再選第二張 其實它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儲物 不止兩張 在這裡再加進去 我們現在只加兩個儲物 大家會看到 儲物在Invoice內包含了兩個儲物 它們的貨品 當然如果你不想要這個 不想製造這個項目的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 Worksheet裡刪除 刪除了這一項 也可以的 然後我們刷刷一刷 看看 可以去刷刷 看看 這裡就是 這張 你可以去刷刷 它會看到的Hard Copy 就是這樣 好的 做完这一个烟外之后完成了输入